Hello,我是岳路平,欢迎大家来到2020,2020的幽灵第一期 我们今天来吃2021年的第一大瓜 郑爽张衡的这个代孕事件 我的标题是郑爽的回应看不懂 姚安娜沦为女版汪峰 就是说,姚安娜1月14号官宣出道 但是非常不幸 刚刚维持了几天的这个热搜 就被郑爽罢评了 被郑爽 就整个热搜已经被郑爽垄断了 我觉得这个是2021年我把它叫子宫杀 就对我来说 张衡的 对于这个郑爽或者郑爽家庭的这么一个指控 或者叫反击 或者叫自卫反击啊 就有点像我们在玩狼人杀的时候 张衡率先呢 指控着三个狼人 郑爽 郑爽爸爸 郑爽妈妈 然后 有预言家 预言家就是张衡的这个朋友 把这个出生证明亮出来了 还有这个录音 但我们目前只能叫疑似录音 然后 所有的郑爽的那些死忠粉丝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女巫 给她魔法 给她力量 就怎么怎么着的 都一直听这个郑爽姐姐的 然后全民大讨论 一起来 来投票 到底 郑爽家这三位疑似狼人 是不是狼人 由于这个事呢 它涉及的面非常之广 而且触及了一个代孕的 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尖锐的话题 这个触动了这个医学 伦理 法律 道德 很多层面 所以它形成了一个 权威面的讨论 不仅局限在娱乐圈 所以我 打算用九个关键词来聊这个事 预告一下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第一手资料 直接去维基百科 百度百科 或者直接去上 一线官方的网站 就会有非常详尽的这个解析 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来聊一聊九个关键词 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郑爽 这个让人看不懂的回应 到目前为止 它不光是丢出了一个 就是说每个汉字都懂 但是拼起来就看不懂的这么一个一个比较严肃的回应 然后呢 紧接着 郑爽的爸爸也出来做了一个情绪非常激烈的回应 就是指责这个张恒他们家一家人都非常坏 然后指责这个张恒有出轨的劣迹 然后亮出了这个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么一个 一审判决的这个判决书 但这个回应被指责为转移焦点 模糊焦点 就是避重就轻 大家更感兴趣的是代孕这个事 隐婚这个事 离婚这个事 弃子这个事 这些事是更大的事 而不仅仅是那两千万的事 那些鸡毛蒜皮的两千万的事 然后与此同时呢 郑爽又继续在 在他的这个微博又补了两条 更加的语无伦次 然后还打了一个什么 一 看起来要有一个连载的架势 但是也没有二 后来又补充了一条 也是莫名其妙 所以目前为止 他们的回应都非常无力 可能也是受到巨大的压力 所以不得不做回应 因为毕竟是 央视政法委的这个 这个这个公号 还有很多官媒党媒都出来 统一的发生 这个事已经是超越了这个伦理 超越了法律的容忍的界限 那么紧接着第二个词就是道德 那么实际上这个事 它已经 已经远远超越了前几年的 这个王宝强马荣的事件 和这个 李小璐的那些事件 那些事比起这个子宫杀 比起这个代孕事件 显得都是古典社会 传统社会的一些 八卦和绯闻 那么这一个事 已经具有了这么一种 赛博朋克2021的这么一种 新的 新的道德环境的一个 一个版本 赛博朋克2021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重拳 重拳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 党媒官媒很多的 声音已经非常明确的出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迹象 看到了一些截图 就是说已经 收到了一些有关部门的 这个 下架令 郑爽的很多的这么一个 在网上的作品都已经被下架了 那么重拳都纷纷打来 那么第四个关键词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词 叫代孕 代孕这个词 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 专业的解读 专业的这个专家 这个学者 这个学者出来从 从伦理 从道德 从医学 从法律 从历史 从人类学 从 人的 繁衍的意义 包括爱情 家庭 非常广泛的议题都被 激活出来 第五个关键词是整容 第六个关键词是人设 为什么 我们这一片 这个时代的社交网络的土壤 会纵容出这个 这样一个正爽 这么一个爽文爽句 爽言爽语的这么一个 包括的爽霸爽妈 的这么一个正爽出来 这个是否应该 向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去 现在不是流行说 我想成为那片雪花 意思就是说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每一片雪花 都 都不是无辜的 所以现在就有人说 我想成为那片雪花 让它雪崩 第七个关键词是生意 这个生意呢 是很纠结的 一个就是 张衡和郑爽 以及他们两家人的生意 主要是郑爽他们家的生意 我们看了郑爽他爸 发出了那个 一审判决书 我们可以看得出 非常多的细节 然后 网上也不断地 透露出之前 郑爽和 张衡 结实之后 他们一起开发的一个 相当于 郑爽的私欲流量的 这么一个APP 的整个过程 以及张衡是如何 动用他 在美国的同学 这个工程师 软件专家 一起来做的 那个APP的一个过程 以及那2000万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一个小生意 大生意就是 普拉达普拉达的 这个往下掉的 这个股价 的这个 普拉达 这个 已经正式地 制定了 微博制定 宣布 解除 跟郑爽的一切的合作 与此同时 还有其他的 跟郑爽有合作的 品牌也在跟进 第七个 第八个关键词 是滤镜 我说的这个滤镜 跟刚才说的整容 和人设不一样 这是一个更大的滤镜 我希望跟我之前说的 这个姚安娜的 这么一个 这个更 更高维度的一个滤镜 做对比 最后一个词是 科幻 因为这个事 刚才我已经讲了 他有那种 赛博朋克 2021的感觉 这个让我想起 前两年 这个贺建奎 这个也是违背了 法律和伦理 的这个界限 然后让用 他用基因剪辑的方式 来降 让陆陆和娜娜 两位女孩 降临人士 最后引起了 全球范围内的 这么一个 非常大的争议 最后他被 处以三年的 徒刑 那这个事 我觉得已经 有点像我们看 阿丽塔 和赛博朋克 2077 的这种剧情的感觉了 人体器官 子宫的商品化 和子宫的流水线化 和子宫的被殖民化 子宫的全球化 和跨国的 这么一个 子宫产业链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去 关注这个面向 就是现在的舆论 都还是在指责 郑爽的这个 一个一个 我们比较熟悉的 这个道德层面的 一些事情 但是更广泛的 这个关于这个 代孕产业链的话题 现在我觉得也正在 步步加码 好 那么这九个关键词 我首先想 聊一聊这个代孕 先 我不是按顺序来 为什么要先聊 这个代孕呢 因为 大家知道 我这个 这个栏目 本来的目标是 对2020年 进行回顾 那么我觉得 这个大瓜 出来了之后呢 也不矛盾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 2020年的九月份 我有一个机会 就是 在一个论坛上面 认识了 协和医院的 著名的 妇科专家 妇科 这个妇科圣手 这个谭先杰教授 他写了很多本 关于女性如何 去保护好 养护好自己 子宫的著作 通俗的科普读物 其中有一本 我印象非常深 叫 子宫情史 子宫情史 然后 在那次论坛当中 谭教授 谭先杰教授 给我们科普了 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就是 因为女性 她 由于 比如说过早的 有性行为 或者有多个 性 性伴侣 或者是 其他的原因 那么 这个患上 子宫癌的几率 在上升 那么她 所做的科普读物呢 就是在 给大家 去 科普 就是女性 她的 她的子宫 实际上不是一个孤立的环境 我把她开玩笑说 这个是我们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 第一套法 用那个灵魂急转弯的 灵魂急转弯的 皮克斯这部动画的说法叫 投胎 投胎先修班 对吧 投胎 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第一间教室 那么谭教授给我们 让我们意识到其实 子宫 卵巢 以及 跟卵巢 同样辈分的 他用这个辈分 用一个女人化的方式 同样辈分的这个 肾上腺 还有甲状腺 他把肾上腺 甲状腺 和这个 卵巢 比喻成这个 保护子宫的 三位娘娘 用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 子禁城的 这么一个 一个隐喻 然后他们都 受到这个 下丘脑 和脑锤 这个锤体的 这个保护 实际上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 共同构成了一个叫HPA的 这么一个轴线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紫禁城的中轴线 支撑起 整个这个 女性的 从下丘脑 一直到子宫的 一整个系统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这样的 医学专家 在不断地在 呵护女性的 这个身体 做很多的 这个科普 所以这个是 去年九月份 我们在这个论坛当中 我获得的一个 一个 启蒙 之前我不太 不太了解 这方面的知识 我也受此启发 我都还 就像刚才我说的 我 我很喜欢狼人纱 我甚至还想 把这一个知识 做成 一副狼人纱 但是我 出了这个 2021年的这么一个 第一大瓜之后 这个代孕之后 代孕事件之后 我突然发现 谭仙杰教授 所 科普的对象 其实真的是 云云众生的 普通女性 因为我们 我想 99.9%的 女性 她们都是 在 传统的 传统的 古典的 这个轨道当中 去运行 简单说 就是用自己的子宫 生自己的孩子 听起来 这是一句废话 但是自从 昨天开始 这好像 变成了一个 她好像被强行 划分为了 两个时代 一个就是 用自己的子宫 来生自己的孩子 来够 来组织 自己的家庭 由爱情 来作为土壤 那么这个突然 在郑爽 和张恒事件面前 突然 这种做法 突然显得 好像是一个 古典的做法 因为现在 她让 郑爽和张恒 这个代孕事件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她揭开了一个 其实已经 存在很久的 这么一个 大行其道的 这么一股暗流 就是代孕产业链 她让我们意识到 有一群 在资源 在财富 在权力当中 占优势的人 她可能 有可能是 因为她不孕 不育 也有可能是 因为她 不想怀孕 想免于怀孕的 这个辛苦 然后他们可以去 这是他们的 一个需求方 另外有一群人 他们 因为生活所逼 生活所迫 他们发现 居然可以 通过出卖 出租 自己的子宫 一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来获得高回报 那么 这边有 有需求 这边有供应 在 一个 庞大的这个需求 和供应的这么一个 一个对接下面 代孕 代孕产业链就诞生了 事实上 这样的 这样的故事 我们之前在BBC的纪录片 还有 很多的 包括 陈凯哥的这个宝贝儿 对吧 这种 老文艺青年的 这么一个 一个 电影短片当中 我们也 包括徐静雷之前的 什么动乱 这种 这种观点当中 我们多多少少 已经知道了 但是 毕竟 他们还是以一种 讲述的方式 或者叫 讨论的方式 或者 作品的方式 或者 旁观的方式 来讨论 代孕这个事 但没有 没有像 郑爽和张恒 直接 整了一个 真人秀 直接 本色出演 直接 就是 真人 上场 来给我们 上了一堂 令人印象 非常深刻的一堂课 这个 代孕产业链呢 我们知道 这个郑爽 和张恒 他们实际上 是在美国 内华达州 那么在美国的 某些州 那么这个代孕 它是合法的 但注意 它有一点 第一 它的成本 比较高 它如果没有 足够的财富 是支撑不了 这个 代孕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服务的 比如说 就是 一个 代孕的成本 可能是 八万 美元 那么 他们现在不是 有两个孩子吗 一男一女 那么两个 那就是 至少要 十六万 十六万美元 另外在 在美国 法律 在不断的完善 因为大家可以在网上去 看一下 它整个这个 这个代孕 它是有一个漫长的 这个 这个历史 包括它跟法律的 这个法律环境的磨合 以及不断的有一些 稀奇古怪的案例的出现 比如说在代孕期间 那么 提供 受精卵的 这个 夫妻双方 或者男女朋友双方 他们在 代孕期间突然 关系破裂了 就像 郑爽 和 张恒 就是这种情况 那会发生什么情况 或者说 当他们的这个胎儿 分娩出来了之后呢 如果不健康 那是否要遗弃 那么最新流出来的一段录音 我刚刚瞄了一眼 就是说 其实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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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比昨天流出的那两分多钟的录音 更加的震撼 就是 有 就郑爽 有进一步的讨论 意思就是说 想说服张恒和张恒的 爸爸妈妈就说 不要太在意我们把 这两位子女 气掉 不要太在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 做过很多次的这个配对 就是受精卵 就我们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 背料 所以 你听 郑爽 这么一种描述 你就觉得 他对于这个生命 是非常的 儿戏的 就 所以难怪 有些人会说 因为郑爽 也在经营咸语 就是一种二手商店 网上的二手商店 那么 如果可能的话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都担心 郑爽会把自己的孩子 放到咸语上去卖 因为 综合了刚才我说的 这一段新流出来的录音 和昨天流出来的 两分半的录音 我们可以听得出 郑爽 他对于这个 这种 代孕出来的孩子 他完全当成一种消耗品 就像耗材 就像 我们的打印 店 我 打印出来的成功 成品 合格品 良品率很高 我就留下来 甚至如果出于某种 感情破裂等原因 我甚至他良品率很高 他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我也可以把他气掉 那么如果他良品率不好的话 我甚至可以把他销毁 这个让我想 让我想到了非常恐怖的 我很多年以前看的异形 异形里面有一集 不就讲到 他在 在做那个复制人的时候 他失败过很多版本 那么每一次失败的版本 他们都会用 各种手段 把他给销毁的 最后成就是一个 一个完美的版本 这就为什么 我觉得他很科幻的原因 所以 代孕这个事呢 刚才我说到在美国 他经过长期的磨合 现在 首先代孕 他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基因型代孕 基因型代孕是比较古老的 就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在圣经里面 就记载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 有些国王 他的皇后 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生育 或者有些贵族 他的妻子没有办法生育 那么他们会 去找一个 这个皇后 或者是 这个贵族的妻子 会去找一个女人 来 跟他的丈夫 或者国王 去 产生一个儿子 但是名义上 这个儿子或者女儿 实际上 名义上还是这个皇后 或者是这位妻子 那么意思就是说呢 他的金子来自于南方 但是卵子 实际上是这个 怀孕的这个 这个女人的 不是皇后的 也不是这个 这个贵族的妻子的 他只是名义上 是这位皇后的 那这个 这个是传统的 比较古典的 这么基因型代孕 那么这个 这个在法律上面 引起的争议很大 就是说 如果说他只是 基因型 这个代孕的话呢 那么这个 代孕的这么一个女人 他会觉得这个孩子 也是他的 本来就是他的 有他的基因嘛 但实际上 现在比较 像郑爽和张恒 所使用的办法 应该是一种 纯粹的指示 只是 他用的是 试管婴儿的模式 就是 郑爽和张恒 他们的 合成的受精卵 这个放入 这位提供 代孕服务的 女人的身体 应该是两位 因为他 他一男一女 相差一个月 对吧 那么这个 诞生出来的 分娩出来的孩子 就跟那一位 代孕的女性 没有任何的基因关系 他纯粹就是 郑爽和张恒的孩子 对 这是两种 这个在技术上 是这么两种操作 那么在 在法律上 还有一种叫 无偿的 无偿代孕和 有偿代孕 那么在美国 他比较推崇的是 这个无偿代孕 就他可能是亲戚 或者是熟人 那么他其实 不是出于一种 商业目的 那么这个会 比较在道德上 会比较好接受 那么另外一种 有偿代孕 会受到严格的限制 所以呢 出于刚才我们说 在美国 他越来越倾向于 叫利他性代孕 就是无偿代孕 以及这个 成本比较高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因为全球化 可以把 所有的分工 因为世界是平的 地球是平的 对吧 所以呢 这条产业链 就开始去寻找 成本更低 不光是金钱的 成本更低 而且也是 道德的成本 更低的地方 比如说印度 泰国 越南 乌克兰 乌克兰被称为 欧洲或者叫 东欧的子宫 因为乌克兰的 经济很差 所以他们开放了 这么一个 或者叫默许了 这个代孕和色情业 那么在越南 据说有几十位女性 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面 被拐卖到 到了其他的地方 而其他的国家去代孕 那么他就等于说 这个子宫的这个产业链的全球化 就跟这个跨国的贩卖人口就结合起来 这个这个有很多资料我就不展开了 总而言之 就是在美国需要八万美元的 这个这个成本 那么可能在印度和越南 可能只需要一万美元 但真正分到了这位 提供代孕服务的女性的身上 可能只有几千美元 但几千美元对他们来说 也是巨款 所以我觉得代孕这个事 给了我们 我觉得我们在吃瓜的同时 实际上最受到震撼的 就是代孕这个事 为什么我把它叫子宫杀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子宫全球化 子宫的殖民时代 子宫的福特模式化 它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这种 这种贫富不均的一种新的形式 而且这种贫富不均是一种 一种医学的 和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 身体成为身体的商品化 非常戏剧性 非常的抓满 这个 这种 这种戏剧性 它要比郑爽出演过的 任何一部综艺节目 和任何一部戏 可能都要令人震撼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大家在指责 这个 郑爽 以及他的家人 避重就轻转移焦点的原因 因为大家 对他的不满 对他的回应的不满 更多的不是指的是 你们那两千万的事情 但那个事情可能也是事 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事 但是 他们 不知道他们是脑子里面缺根弦 还是他们是故意的 逼中就 逼中就情 转移焦点 因为这是一个 更高的道德 更高的伦理 更高的话题 好 这个部分 我想我也不是专家 大家感兴趣这个事 可以在网上去搜 我觉得现在有非常充足的讨论 就像郑爽说 不想占用公共资源 其实 我倒想说的是 郑爽你不用客气 这个公共资源 大家 愿意给你 因为你已经不是你了 你已经是一个 你和你的家里人 所以给我们提供这么一次机会 也是一次代运机会 他代运了我们 这个赛博朋克2021的这么一个 2021的第一大瓜 他非常具有教育意义 他是一堂大的课堂 是一堂大的 即时性的直播 的这么一个认知重启 的一个课堂 这个公共资源 我觉得 值 所以郑爽你也不用客气 这个公共资源 大家是浪费得起 好 那么我们来 顺着这个顺序 顺序继续讨论 那么回应 很显然 现在他们的回应是不合格的 我看现在网上有很多人给他们 给郑爽出主意 就是你有三 三侧 上侧 中侧 下侧 下侧就是你鸵鸟正侧 什么都不说 那就等于你默认了张恒的剧本 那么中侧就是你跟张恒去辩 那么现在就 他们采取的中侧 比如郑爽 和他爸爸爽吧 都同时暗示张恒有 有外遇 对吧 手机里面有很多女孩子的 这个不雅视频 那么之前鸡毛丧皮的事 其实我们 不怎么感兴趣 但是他们一定要惨打在这个部分 那他完全就是 要么脑 就是刚才我说的 要么他 脑子里缺根弦 要么他是故意的 故意的转移焦点 但是这个没有用 因为他 他本来是一直没有回应 一直到了 今天 应该是下午的时候 郑爽的这个回应才出来 而且这个回应的稿子非常奇怪 就他 他有的人说 如果是大家都看不懂的话 那么就是郑爽的原话 如果看得懂的话 就律师的话 但是呢 他的第一篇这个回应稿子 就让人 似懂非懂 为什么似懂非懂呢 其实大家 后来用谷歌的翻译软件 把他的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出奇的顺畅 那么就意味着可能 郑爽他 雇用了 就他所声称的美方的律师团队 郑爽只是把他汉化了 所以说 听起来比较拗口 就是什么 我既尊重中国的法律 也尊重美国的法律 大家去看原文 总而言之 他这个回应 算是网友给他制造里面的中策 那么上策就是说 你要把所有的细节公开 让大家去评判 你如果有什么委屈 你把细节亮出来 这个情形就有点像陈关锡 2008年的这个燕照门事件 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 你应该勇敢的去面对 公众 面对舆论 做出你的澄清 把向大家致歉 而不是像现在 我觉得爽爸爽妈 和郑爽 他们依然是在负育顽抗 在指责张衡 在想要试图把大家的焦点 聚焦在张衡欠了2000万 这个事儿上面 我觉得这个 而且他们呢 他们也是受到压力 受到压力之后呢 这个爽爸才出来 抛出了这么一个 判决的文件 以及郑爽后来的语无伦次的两条新的这个回复 我觉得已经呈现出郑爽本人已经失控了 就跟他的刚才那一条 很显然是律师帮他拟出来的那个声明 判若两人 所以现在大家说 郑爽的文字 他是要比英语考六级考试难度要更大 但也有人是非常了解郑爽 就是有十级郑爽文字解读师 专门帮助大家去翻译郑爽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回应是 也是受到压力的一个结果 因为越到下午越到晚上 然后央媒党媒 还有行业的这么一些禁令陆续的出来 还有他的这个粉丝群也开始陆续的叛变 然后包括普拉达在内的很多的品牌 已经公开宣布解除跟郑爽的合作 他们压力山大 所以做出了这种被动式的回应 我觉得这个依然是不可取的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他们的回应是不合格不及格的 那么在道德形象上面 我觉得很显然 郑爽爽霸爽妈 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去看他那个法庭文件 仔细地去看了以后 大家也能够多多少少能够解读得出来 其实张衡 大家说张衡是一个恋爱脑 就是这个细节我就不展开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细读他那个判决文件 就所谓那个两千万是借 还是给 还是合资 还是以借的名义给 还是以给的名义借 然后到底他们的关系是 夫妻 同居关系 还是一个雇佣关系 这里面 但这个比起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代孕 那个事情 那要小一些 但是也是足够狗血 总而言之 一句话 郑爽 爽霸爽妈 给这个社会做出了一个错误的示范 在道德上面 他们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 所以这个也就是 他势必会引起公愤的原因 而且他们现在装傻冲愣 就是故意的不提 大家更加关注的代孕 隐婚 弃子 这些事情 这些才是更加重要的道德问题 那么重拳我们可以预料到 今天其实陆续的重拳已经打下来了 那么这个重拳的打下来呢 他其实也呼应了 他也是呼应了这个张恒的 有备而来的雷神之锤 这个雷神之锤 我看张恒他也是 相当于绝地反击吧 也是有备而来 也有人说张恒不是好人 郑爽不是人 那么张恒是不是好人呢 我觉得还要 我们还要看接下来陆续的这么一个证据出来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我们都只能叫疑似 那个录音 疑似录音 疑似的出生证明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单方宣称的 因为这个二审判决是张恒作为被告 他希望能够对于去年的这一审的这个判决的一个改判 所以他选择在二审开庭的今天早上 选择在二审开庭的头一天 落下这个雷神之锤 所以说他是有备而来的 而且陆续有很多的料已经出来了 那么这个重拳也在呼应着这个雷神之锤 那么重拳我们觉得 首先从党媒官媒 行业媒体陆续的已经出来表态了 而且表态的声音都非常的一致 在法律上不允许 在道德上不能忍受 不能把人生当儿戏 把生命当儿戏 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常识 不需要很高深的这么一个学识才能理解 这是普通人都能够理解的常识 所以我预料明天可能会有更多的 更加清晰更加明确的重拳会下来 好 那么我们来说说 郑爽的这个人设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现在很多人说我要成为这片雪崩的其中一片雪花 这个其实是一个通俗版的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实际上反思的是二战的时候 现在当所有人都把纳粹的罪行归咎在希特勒 葛培尔他们少数的独裁者身上的时候 那么阿伦特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 就认为人人都有责任 所谓的平庸之恶 每个人都纵容了这片土壤 那么同样我们也在反思一下 郑爽真的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吗 为什么他这个人设如此的讨人喜欢 为什么他的粉丝如此的始终 到了现在都还有很多人在力挺他 那么他独特的这种疯疯癫癫的 这个爽言爽语 他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 就是这些年我们都喜欢看爽文和爽句 所以这个郑爽的爽言和爽语 这种爽朗 看起来疯疯癫癫的这种 可能是他的本色出演 也有可能有一些人设的设计 但是大家开始已经开始意识到 他可能比川普要更疯狂 我们都说他和川普都可以 都可以称得上疯王的这个疯狂 疯狂的疯王的这个称号 但现在有的人已经发现 可能郑爽比川普要更疯狂 这就是我们这些年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多年以前大家会说日本的御宅族宅文化宅男宅女 那么现在对于中国这一代 在00后90后来说可能它是一个厌世仔文化 都吐槽文化 任何一个文化如果没有槽点不可以吐槽 不可以弹幕的话 那么它都是不够酷的 它都是不够疯的 不够爽的 不够懒人包的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现在的厌世仔厌世女们 她们喜欢 她跟我们这种游腻中年 原来喜欢去看一本 能够给我们带来启迪的一本书 能够给我们 我们愿意去欣赏一部伟大的导演 拍的这个破奥斯卡讲的电影 或者听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 现在的厌世仔厌世女们 专门挑烂片来看 然后专门去围观这个烂人 然后吃瓜渣女 对吧 就是比谁更烂 因为只挑烂片看 只围观渣男和渣女 这个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 全新的一种吃瓜文化 和围观文化 和吐槽文化 和厌世仔文化 的一种新常态 所以这种人设 实际上是慢慢被培养起来 那么 而且这种反差的这么一种 风爽言爽语 也是一种独特的魅力 就是如果你用 你让月云鹏去装风卖傻 或者真风真傻 大家觉得那是应该的 但是郑爽这一位 为爱整容 为爱代孕的这么一位 玉女形象 一个这么看起来 这么清纯的美女 她居然这么的 像延禧攻略 的那么一种 过五官斩六将 去 像闯官一样 这就给人一种爽感 为什么叫爽文爽句 爽言爽语 很爽 所以这个人设 我觉得是非常 值得我们去 去反思的 那么 与此同时 她的这种 为爱整容的这么一种勇气 就为爱的勇气 也会给我们很大的一个 一个启示 就是 她为爱整容 主要指的是她跟张汉的那一段 就是 张汉 张汉这一段 对吧 还有后来有胡彦斌那一段 到了 她跟张恒这一段 其实他们已经 性转了 就是 如果说 郑爽在 张汉时期 胡彦斌时期 她也是一个 叫 顺性相 那么 那么到了 张恒时期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转 转性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用一个 传统的古典的 男强女弱的方式 来看待 郑爽和张恒的 这么一个关系 因为 郑爽到了张恒时代 她已经逆袭成为一种 一个 一个 小 小组逆袭成为 甄嬛了 就她已经可以通过 两千万 可以通过 说服这个张恒辞掉工作 来专心做她的经纪人 说服她每天领一块钱工资 说服她 一起投资 她的这个私域流量 APP的方式来 而且让这个张恒觉得 自卑 配不上她 其实在多年以前 是她觉得 她配不上张恒 所以要为爱整容 所以她这么一种 一种 一种桥段 这么一种人设 这么一种性格 这么一种直爽 直帅 也是很多粉丝 喜欢她的原因 所以她的整容 成为她的整个剧情当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所以很多人就会去 把 郑爽的 before after 去做对比的时候 大家并不觉得 这是一个什么负面的事情 因为她是为爱整容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 她在整容前和整容后 哪里有变化 对吧 比较明显的 就是这个鼻子 就更加的挺拔 更加的 更加的 挺立 更加挺立 玉立的 玉立的鼻子 还有嘴形 也做了一件改变 这个细节在 在网上 很容易可以收得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三个词 排列下来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非常 赛博朋克 2077 赛博朋克 2021的这么一个画风 因为我们知道 在阿丽塔 或者在赛博朋克 2077的世界里面 这个器官的 这个移植 器官的交易 然后 为什么叫赛博朋克 就任何机器 就你的很多的 身体的器官 包括你的神经系统 memory 它都是可以 可以购买的 可以安装 可以卸载 代孕 是关于子宫 商品化的子宫 整容 就涉及到 之前我说的 亚洲四大邪术 泰国的变性术 这个韩国的整容术 日本的化妆术 和中国的滤镜术 那么人设 是一个更加抽象的 一个 这个是RPG里面的 捏卡行为 对吧 所以代孕整容 人设 它都跟我们的这个 肉身 和我们的这个捏卡 这种属性有关 而且这样的一种方式 非常的游戏化 而且郑爽这样的人设 也充满着养成感 就是大家会看着一个 疯疯癫癫癫的郑爽 在成长 以及慢慢的黑化 甚至我会觉得 当他现在已经黑化的 情况下面 依然有人会疯狂的 喜欢他 爱他 当然这要考虑到 他会不会被重锤 像范冰冰一样 那样去全面的封杀 那么当他被全面封杀 他的时候 他即使有黑化的 独特的这个魅力 估计也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个说到黑化 我就在想到 刚才我们说到生意的时候 已经讲到了这个 张翰这个APP 跟郑爽做了私欲流量 这个APP的这个生意 我看到了有一篇长文 在反思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张翰 张翰 张翰他整个的职业生涯 从美国回来了之后 本来是参加一个叫什么 创客星球的那个 综艺节目 郑爽就是那个 综艺节目的明星导师 明星带队嘛 对吧 那么本来他是一个 非常阳光向上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 创客型人才 然后然后慢慢的 就是跟郑爽 就做了一个私欲流量的APP 最后给作杂 所以说他们说 他们最后分手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这个APP 填坑太大 所以导致他们意见分歧 最后吵翻了 当然从郑爽 从狼人这 狼人这一方的郑爽 爽爸爽妈的角度来说 可能是 他们说是张翰出轨 包括郑爽 最新的这两条微博里面 也暗示了张翰出轨 对吧 那这个就是狼人啥 各说各的道理 每个人都发言 最后看大家怎么投票了 对吧 这是小生意 说到刚才我说到郑爽的黑话 我在想到 穿普拉达的女魔头 所以说在普拉达 他在置顶了他的微博 宣布他解除了跟郑爽的所有合作之前 其实我都还有一点点 有那么一点点脑洞 我认为是不是 普拉达其实看中的就是 非常有可能黑化的郑爽的这么一种独特的女魔头的这个人设 但现在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人批图了 就是说郑爽是一种 一种新版本的穿普拉达的女魔头 那么这是一笔大生意 那么这笔大生意就是说 如果管控的好 事实上这个黑化的郑爽 也并不代表着他没有市场 可能市场会更大的不一定 从一个育女 为爱整容 为爱代孕 一直到他 他开始黑化 成为穿普拉达的女魔头 很多人会买单 你放心 所以这里面我就觉得 今天的这些 今天的这种这种生意 你 你要往深里去想 那就来到了我下一个要说的这个滤镜 因为我想 其实在 普拉达的这么一个代言的这么一个协议当中 我认为郑爽也是一个代孕者 他代孕的是普拉达在中国的新形象 就普拉达他在西方的形象 他有很多的 他有 他已经有很多人 去为他孵化出普拉达的这个 这种认知 这种文化 会有很多的这个明星 会有好莱坞的影后 来为他去诠释普拉达的精神 但是他需要一个汉化版的 中文版的一个代孕者 来帮他分面 普拉达的中文圈的一个新形象 那么这个 郑爽就是普拉达的这个 汉化版的新形象的一个代孕者 那么说到这里 我就要往下说了 说到滤镜 那么 郑爽的那些什么 思域流量的APP 其实都是小生意 但是普拉达才是一个大生意 它是关于一个文化转译 关于一个文化翻译的一个过程 就郑爽 他负责孵化 普拉达的这个 汉化版的一个新形象 他就跟郭台铭 出卖了自己的流水线 给苹果公司是一样的 就郭台铭就是苹果公司的代孕者 就是苹果的 苹果手机的 流水线是在深圳 在东莞 可能未来还会在越南 会在其他的地方 总而言之 他就跟代孕的产业链是一样 出于成本的原因 出于这个 劳工权益的种种的原因 他们会把产业链转移到了亚洲 这也是川普最关心的问题 对吧 那么同样的道理 那郑爽 和普拉达的关系 其实就郭台铭和苹果的关系 郭台铭 和郭台铭的工人 以及 他扮演的就是苹果 手机 iPhone的代孕者的角色 那么郑爽扮演的就是 普拉达的一个 新形象的代孕者的角色 来引导 这个 郑爽粉丝 但是 我们的 任正非 任正非同志 任总 是不愿意做这个代孕者的 任正非同志 他是要做自主品牌的 华为 他要反手为公 他甚至会 让欧洲 让泰国 让英国 让意大利 成为华为文化的代孕者 所以说华为 一直是要做 用自己的子宫 甚至是用 用别人的卵子 卵巢 别人的子宫 来生产自己的品牌 对吧 那这就是我要说到这个滤镜 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个姚安娜 那么姚安娜 大家没有注意到 姚安娜 是一个 更高端的滤镜 而且姚安娜一出来 所代言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就是国产的汽车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偶然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 不一定 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精心构筑的一个剧本 所以我在上一期里面 我已经分析了 姚安娜 这个 不老而获的流量 从天而降的热搜 那么这都是她的父亲 她的家庭 给她赐予的 这个时代最高境界的拼爹 而且她这款滤镜 是一种非常有实力的 用自己的子宫 成就自己的孩子的 这么一种 这种高端滤镜 那比起来 其实我觉得 郑爽作为Prada的一个 汉化版的这个滤镜 其实她是 第一个 第一个段位的 虽然说郑爽 她在自己的人生当中 家庭当中 婚姻当中 和后代的 代孕过程当中 她已经在 这个生物链的上端 但是她在 她自己的这个文化生产当中 她其实还是 郭台铭的角色 好 那么还有 四分钟 我就想来讲一讲 这个科幻 我觉得 刚才我已经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 贺建奎的 陆路和娜娜 构成对这个 我们这个时代的冲击和挑战 对伦理和道德的这个 这个发起的这个挑战 更大 还是 郑爽 这个代孕事件 发起的挑战更大 我觉得 贺建奎 她是一个比较 她是一个科学家 她所造成的影响 我觉得更多的 实际上是 在业界 比较学术 在实验室阶段 而且很快 被发现了以后 就被 制止 但是我觉得 郑爽 虽然说 她的这个代孕的技术含量 那要比 贺建奎 这个科学家 的基因剪辑的 这么一个 技术含量 那要低得多 但是她所造成的 这个对于 这个时代的 伦理 道德 这个舆论 文化 公众观感 就是传说中的 简单说 就是三观 的这种冲击 我觉得是更大 更深刻 更持久的 而且也让我们 提前的进入了 这个赛博朋克 2021的这个 这个境界 也感谢 郑爽 他把我们 在我们 从 从这个悲催的 2020年 终于熬到 2021年的时候 他给我们 无意中 呈现了这么一个 一个 我把它理解为 不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狗血剧 也是跟 刚才说的 跟李小璐 和之前的 这个马荣 他们都不是一个 段位 不是一个境界 那个太古典 那个太传统 那所以说 也感谢 这个郑爽 和张恒 给我们 在开年 就贡献了 这么一个 一个科幻 级别的 赛博朋克 2021的 这个 代孕大局 我觉得现在 这个事件 才刚刚开始 发酵 那么 未来几天 可能还会有 很多的变化 其实我也 期待着 郑爽 他们的 郑爽 爽爸和爽妈 尽快地意识到 他们的回应 他们的装傻 聪愣 是掩耳道理 是 大家都看得出来 那么 只有一种解释 如果他们 真不是一根筋的话 那么 希望他们 尽快地 回应 我们真正的 关切 那么也 期待着看到 未来几天 这个 我觉得这个 重拳 现在 实际上 他在 在党媒官媒 里面 还是表现得 比较的 有节制 而且及时 而且足够清晰 但是我觉得 行业上面 现在还缺少一个 非常清晰的声音 就类似于之前的 应该叫赵海林 针对 郭台铭和余正 所做出的 那么一种 围剿 那么 最终让 秦亚吉 下架 他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行业的 一个管理 行业的重拳 我觉得 事实上 对于 郑爽的 这么一个事件 它的发酵 和它最终的 这个落幕 它应该 有行业的声音 所以回到 我们一开始 说的这个玩笑 姚安娜 沦为 女版汪蜂 但是大家 也不用为 姚安娜担心 因为 她的 她的流量 和她的热搜 她的弹药 是绝对充足的 大家不用 担心 姚安娜 被沦为 女版汪蜂 但是有一个笑话 倒是挺搞笑的 就是说 预测未来几天的进展 大家预测 现在是 1月19号 那么可能到 25号的时候 郑爽就开始道歉 26号的时候 郑爽跟粉丝 做最后的道别 27号的时候 郑爽就退出 娱乐圈 演艺圈 28号的时候 就是张恒退出微博 然后最搞笑的是 29号 就是 汪蜂新歌 汪蜂又躺枪 汪蜂又被黑了一次 好 那么这一期 我们就聊到这 下期再见 1月3日